说人情冷暖宿世间百态,欢迎收听岁月所谈,今天给大家分享故事,舅舅生日宴我随礼八百,舅妈鲜少不给回礼,三年后舅妈给我一份大礼。 三年前的某个时刻,舅妈联系了我,告诉我明天要举办舅舅的生日聚会,希望我和家人一同参加。 那天下午,我下班回家后,跟老婆分享了这个消息,一起讨论为舅舅的生日准备多少礼金。 妻子眉头紧锁说,我们家现在手头紧,只有一千元余额,而且要过几天才能领工资。 我觉得我们给八百元作为礼金就挺好的。 我们的经济状况和其他家庭不同,因为我妈的手术,家里的积蓄已经花掉了。 舅舅只是庆祝生日,我想八百元已经很诚意了。 考虑到家里的实际情况,这也是我们能做的。 老婆和我结婚已有三年,那时,双方家庭的经济状况差不多。 她是独生女,父母都是平凡的工人,勤奋地供她完成了大学学业。 不幸的是,她参加工作不久,父亲因疾病离世。 结婚时,她的母亲没有提出任何经济要求,只希望我们能够好好照顾她。 我的家在农村,父母靠些微薄的土地为我供学。 结婚前,父母给了我三万块,我们决定办一个简约的婚礼,然后选择和她妈妈住在一起,为她提供一些陪伴。 我妻子是小学教师,正是编制内,月薪五千元。 而我在一家公务单位工作,月收入六千元。 结婚一年后,我们有了一个儿子,月母也帮忙照顾。 不过,当儿子一岁半时,月母突患重疾,住院并接受了手术。 这不仅消耗了我们的积蓄,还欠下了外债。 我对妻子说,难过的日子总会过去,我们要加倍努力,生活将逐渐好转。 我的舅舅是八十年代的大学毕业生,毕业后在家乡的一家国企工作,并逐渐晋升为高层管理。 过去的几年中,舅舅帮助了我们很多,助我们解决工作与生活上的困难。 但她始终保持着法律与道德的底线,她是一个宽宏大量并有正直品性的人。 而舅舅的妻子,我的舅妈,有些看重物质,比较势力。 在我妈的四兄妹中,只有舅舅上过大学,而二姨嫁给了一个成功的商人,生活得非常舒适。 我妈和小舅的生活相对普通,而我妈身体一直较弱,家中的生计大部分依赖我爸。 由于我们家的贫困,舅妈向来看不起我们,每次到舅舅家时,她对我们总是冷淡。 但舅舅却很关心我们,多次秘密地资助我们。 舅妈得知后,对我们的态度更为冷漠。 舅舅庆生当天,我与妻子带着孩子来到了那家设宴的饭店。 妻子在收礼区提交了红包后,她的表情显得有些沉重,接着低声向我诉说, 其他的表兄妹们都给了两千元作为礼金,只有我们给的最少,舅妈可能会对我们不满。 听到这,我虽然内心紧张,但仍尝试安抚她,放心吧,我们给了八百元,已经尽力了。 舅舅了解我们的家庭状况,她不会责怪我们的。 先去享受宴会吧。 当宴会结束后,我建议妻子先带孩子回家,我会留下来帮忙收拾。 此时,二姨家的表哥走过来,嘲笑地说,哎呀,表弟,你真是挺会省啊。 我们都给了两千元,只有你给了八百元,真是不够意思,丢脸啊。 我脸上的表情立刻变得尴尬,不知如何回应她。 舅妈听到了这番话,露出不悦的神情,斥责我,智阳,你看,大家都这么尊重舅舅,都给了两千元。 只有你这么小家子气,还是看不起我们家吗?你怎么让我们以后跟你们相处? 这让我瞬间觉得非常难堪,只感到心中一阵委屈和痛苦。 头低下,默默地清理着桌上剩余的酒,那些都是舅舅精心选的,没喝完的她打算带回家。 这时,舅舅冲着大家说,你们在这里说些什么? 智阳来祝我生日,我很感激。 礼金的多少并不是重点。 智阳新婚不久,他们的经济状况大家知道,我们应该是互相支持,互相帮助的,而不是背后讲话。 舅舅严肃地看着在场的人,表哥害怕地退后,赶紧逃走。 舅妈看到舅舅的生气,也默默地走开了。 当我回到家,发现妻子眼眶泛红,显然刚哭过。 我走过去抱住她,她再次流泪说,舅妈发给每个孩子红包,但是我们家的孩子却没有收到。 舅妈当着我的面发给其他孩子,这不是公然轻视我们吗? 我们这边的习俗是,谁家设宴,带孩子的亲戚都应该收到红包作为回礼。 我拍拍妻子的背说,别难过了,事情已经发生,我会更努力工作,确保我们的生活更好。 三年后,舅舅退休,她家的氛围显得冷清,不再像以前那样热闹。 某天我在办公室,突然接到舅妈的电话,她告诉我舅舅需要进行重要的手术,希望我尽快前往。 我知道她已经联系了我的表兄妹,但没有一个人出现。 舅妈声音中带着绝望和恐惧,我立刻请假,匆匆赶往医院。 当我抵达医院,发现舅妈正独自坐在舅舅的病床旁,面颊泪水连连。 舅舅则瞇着双眼,脸上表现出极度不适。 舅妈见到我,双手颤抖地紧紧握住了我的手腕。 眼中的泪水瞬间如泉涌般流了出来,仿佛我是她最后的依靠。 嘶哑的声音中带着哭腔说,智阳,我等你等得好交集。 医生告诉我舅舅需要进行重大手术,我心里特别恐惧,根本没有人可以商量这件事。 我们只有你表姐一个孩子,我给她打了电话,但她工作实在太忙,至少需要到明天才能赶回来。 现在只能依赖你了。 那几个不孝顺的表哥表姐,我早就联系过他们,但直到现在还没有一个人出现,我真是快要崩溃了。 我紧紧地回握住她的手,安抚道,舅妈,请放心,我会始终留在医院照看舅舅。 你有任何需要,尽管直接告诉我。 走到舅舅床前几步,她缓缓睁开眼,视线有些模糊,但目光中透露出一丝明亮。 她紧紧握住我的手,微笑着说,好孩子,我就知道你会来的。 你知道舅妈年纪大了,容易慌乱,你的出现对她来说是多么的安慰。 有什么需要的话,请多多照顾她。 我明白的,舅舅请放心,我已经请假,会持续陪伴你们直到底。 我说着,更加紧密地握住了她的手。 舅舅和舅妈只有表姐一个孩子。 表姐大学毕业后迁移到南方,与一名企业家男友成婚,并共同经营公司。 据说生意相当不错,忙得不可开交。 表姐曾提议老父老母退休后迁居至她所在地,好便于照料。 但两位老人由于对当前居住地有深厚的感情和习惯,因此都不愿意改变。 所以表姐只能尊重她们的决定。 老爸老妈的退休金也相当可观,所以表姐只担心的是老人身体健康。 这次舅舅生病,不巧恰逢表姐公司有个大项目,非常繁忙。 她只能暂时回来陪伴两天,等舅舅手术成功并度过危险期后,便匆匆离去。 临走前,表姐眼含泪水,紧紧握着我的手,再三叮嘱我务必妥善照顾两位老人。 这样她才能在远方工作时安心。 她说,我是她现在唯一能够依赖的人,以后一定会以某种方式报答我。 看着表姐泪水横流的模样,我心中倍感心痛。 我深刻理解了一个远离家乡的女儿,既要拼搏事业又要忍受不能陪在年老父母身边的剧烈心理冲突。 我向表姐保证,让她全心投入工作,家里的事物就全权交给我。 我会像对待我亲生父母一样去关心和照顾舅舅和舅妈,确保他们的生活无碍。 舅舅手术后,住院期间超过了二十天。 在这期间,我一直忙得团团转,丝毫没有松懈。 由于舅舅身高体壮,即便我用尽全力,也仅能勉强暴动她。 不论是帮她转身还是清洁身体,舅妈只能在旁边稍微协助。 为了确保她尽速回复健康,我为她在医院安排了一个休息仪,夜晚我始终留守于此。 如果她的身体出现任何转变,我立刻与负责的医生和护士沟通,以帮助他们做出医疗决策和调整治疗方式。 两周后,我该休假了,舅舅也已逐渐能够走动。 我的妻子也休息了几天,日间由她与舅妈在医院照料,而到了晚上,我还是留在医院首夜。 在舅舅住院的这段时间内,亲戚们仅是拜访了一下,带上了一些礼品,做了短暂的寒暄后便离去。 我的堂兄堂姐并没有选择留下来照顾舅舅。 舅舅非常清楚,因为她已退休无法为他们解决问题,所以这些亲戚与她渐行渐远,真正的家庭情感似乎已经不存在。 当舅舅即将出院的时候,她发现我显得疲惫,脸色苍白。 她感激地看着我,充满了感动和关心,说,智阳,真的非常感谢你。 有你陪在我身边,有这样一个细心,体贴的侄子,我已心满意足。 而表姐在老爸快出院的几日,赶回来看望。 见老爸恢复状况良好,她高兴地落泪。 她多次感谢我,因为有我在家,她在外工作时感到很安心。 不料,舅舅出院三个月后,舅妈突然生病,也被送到医院,并接受了小手术。 这一次,我的妻子主动请假半个月。 她觉得我作为男性照顾舅妈可能有些尴尬,因此决定自己留在医院照料。 我的妻子的这一行为,不仅让舅妈和舅舅深受感动,我也由衷地为她自豪。 我知道我找到了一个好伴侣,我会珍惜这段婚姻,为她提供一个温馨的家。 舅妈康复回家后,表姐的工作进入了淡季, 她选择返回老家,陪伴父母一段时间。 这段时间里,我家与表姐家关系变得更加亲近, 她经常电话邀请我们过去品尝她亲手做的美食。 她特别喜欢我的儿子,每次见到都紧紧抱着。 她评论我儿子与我小时候的模样如出一辙, 这使她回忆起了许多小时候的有趣经历。 小时候,表姐对我照顾有加。 而二姨家的堂兄堂姐由于家境优越, 对我颇有优越感,经常冷漠相待。 每当我见到他们,总是尽量避开, 以免引起麻烦。 只有表姐会和我玩耍, 还会买玩具盒零食给我。 舅妈经常给她零用钱, 而她知道我家条件不好, 往往会将大部分零用钱花费在我身上。 我心中永远感激表姐的善良。 她成绩优异, 学业上也很成功, 找到了好的工作, 好的伴侣, 并且有了一个充满希望的公司。 在我眼中, 她就像是一位女神。 为了回报她, 我只能尽可能地照顾好舅舅和舅妈, 确保她们的生活无忧。 某天清晨, 表姐提前给我打电话, 要我带上户口本和身份证 到她家办些事务。 我不太明白她的意图, 但还是照做了, 带着所需文件赶到了她家。 在参观她的家中, 我得知她们打算将表姐的新房赠予我。 原来, 表姐大学完成后, 舅舅为她在附近的小区购置了房产, 期望她结婚后能够住得近一些, 方便大家互相照看。 但是, 表姐选择去南方发展, 并决定在那里长期生活。 这套房子因此成了空置, 舅舅在前段时间出租了出去。 现在的租约快要结束, 舅舅没有再出租的意思。 他们知道我们的居住条件紧张, 而且我儿子快要转学, 与外婆同住。 于是他们决定, 把这套空房赠给我, 也帮我们缓解了一些生活压力。 听到这些, 我震惊地连忙表示, 不能接受这样的大礼。 尽管这里的房价并不高, 但那所房子也需要好几十万才能买下。 对于我和我的伴侣来说, 这绝对不是短时间内能够承受的。 我只是在医院里照顾了舅舅和舅妈, 并没有做出什么特别的贡献。 这样的赠予实在是太过分了。 但表姐坚持将钥匙塞到我手中, 她强调, 对她来说, 房子不是问题。 如果她愿意, 她甚至能买下这个县城的好几条街。 她更在意的是我们之间深厚的亲情。 我的善良和大度都让她感觉到了亲情的珍贵。 表姐说她不能留在家乡陪伴父母, 她总是担心他们。 但她无法做到既终于家乡又孝顺双亲。 她希望我能够替她照顾好两位老人, 给他们一个温馨的晚年。 看着表姐眼中的泪花, 我安慰她, 告诉她无需用房子来感谢, 照顾舅舅舅妈是我应尽的责任。 我知道她在外面有自己的事情, 不能实时陪伴两位老人。 我保证会照顾他们, 毕竟我们是一家人。 舅妈此时也发言了, 她说我或许担心她会后悔。 她承认过去对我们不够好, 但现在她明白了很多事情。 她觉得我是个好孩子, 这次的决定一点也不后悔。 看到舅舅的眼神, 我明白, 这份礼物我必须接受。 表姐为我办理了房产过户手续, 将名字改为我的。 那一刻, 我的眼中充满了泪水。 家的意义不仅仅是物质, 真正的家事建立在亲情和相互帮助的基础上。 这种思想, 我要让我的下一代继续传承。 本期视频就到这里了, 感谢你的喜欢, 希望你能给视频点个赞, 或者留言给出你的建议。 别忘了把视频分享给你的朋友。 还没有订阅的朋友, 一定要记得订阅哦。 我们下期不见不散。